龙珠超,惧怕赛亚人的弗丽莎为什么不将所有赛亚人毁灭掉呢? 弗丽莎是龙珠前妻一个非常强大的大反派,那个时候也是弗丽莎最辉煌的时刻了。 可是当她遇到了孙悟空之后,她的辉煌时刻也代表着终结了。 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的弗丽莎号称宇宙帝王,就连戒王在说到她的时候都感觉非常害怕。 在整个宇宙中,除了超级赛亚人之外,就没有任何人能够让弗丽莎害怕了。 就因为这一点,所以弗丽莎对赛亚人是又爱又恨啊。 最后更是将赛亚人全部毁灭,只留下少部分的赛亚人。 那么这个时候,很多人感到好奇,为什么那个时候弗丽莎不把所有赛亚人都毁灭掉呢? 其实关于这一点也是很好解释的。 首先在那个时候超级赛亚人是成为了一种传说,整个宇宙中差不多有千年的时间没有出现过超级赛亚人了。 所以弗丽莎对这个传说也是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。 只是后来从赛亚人出色的表现中,弗丽莎的内心就开始出现了动摇,再加上对吉塔父亲对她的态度,终于让弗丽莎下定决心毁灭掉对吉塔星。 可是赛亚人毕竟是一个战斗民族,对弗丽莎来说还是有很大帮助的。 于是她就将被吉塔这几个人留了下来。 不知你们对此有何看法呢? 欢迎你们留言哦!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。 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!